OK,今儿是填坑之日 之前跑了很多坑 今儿先填其中一个坑吧 为什么街头时尚跟奢侈品品牌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好,之前在很多节目里都聊到过 这一些伟大的设计师的一路的进程 比如说Nego 比如说后来聊到Kine West 也聊到了Kine West的众小弟怎么改变世界的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问过我 是不是现在时尚潮流街头这些东西 跟奢侈品跟这些原来曾经高高在上 高不可攀的这些的东西 打破了这种次元币 各种的联名合作等等的 包括请这些设计师来掌管这些原来高高在上的品牌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情况主要就是 我们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设施品品牌这些高端品牌 其实是最没有底线 最没有自己脾气性格的 对,就是这些品牌到最后的中心目的就是怎么着能赚更多钱 所以现在哪个设计师火 他们就会去找哪个 我记得我刚来日本的时候 12年13年的时候我看见的巴黎世家真的在我印象里真的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你看看现在的巴黎世家 我去弄的跟自己就是一潮流品牌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也不是好事 是好事的这个点是我觉得因为这种现在的大环境跟这种大的趋势 现在越来越多人能接受这些风格了 但是不好的就是可能会变得乌烟瘴气 这个没有那么纯洁 就是可能这种喜欢潮流啊 喜欢街头文化啊等等方面的很多朋友 现在反而不喜欢现在这种状态 对吧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心里比较神圣 比较向往的很多东西被玷污了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呢 作为一个从业者 我有时候也要感谢这个大环境跟大趋势啊 这样的确是有更多人会认可我们 接受我们 并且说到最实际的就是会买我们的产品 对吧 所以怎么说呢 我觉得街头文化啊潮流啊这些东西一直都在 只不过就是这几年被资本被更多金钱的驱使 看到了他们这方面的有利可图才变成这样 所以很多年轻人或者朋友都问过我怎么看待现在这种状态 对吧 就是这种奢侈品啊时尚品牌啊跟潮流啊街头啊等等的这种联名合作这种状态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事啊在很多年前其实已经发生过 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我的节目里在各个地方我都会表达出我对尼购大哥的这个崇拜尊重 我觉得他实在是太厉害为什么因为在很多年前 尼购的背部已经坐到那个高度了对当时有很多这些时尚品牌奢侈品这高高在上的品牌 去找尼购去找尼购做东西啊有这个最著名的有分底还有瓦萨奇的一个图但我实在是不确定那个是不是官方的联名 但我的确看见过这个图 再到近几年来说吧近几年这个第一次我觉得打破这个次元的是当年这个LV跟Supreme的这个联名 对吧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当时这个联名很意外 但是其实你要看清了后面的原因你就会觉得不意外 因为当时LV管事的掌舵人是这个Kim Jones Kim Jones一直就是一个特别崇拜跟尊重跟喜爱街头文化潮流文化的一个人 所以他当时找Supreme去做这件事从大氛围来说是惊到很多人的 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这个情况的话就会觉得啊 其实就是说白了是一个厉害的人把当年自己喜欢的东西做了一个圆梦的事 包括现在这个Virgil当了LV的掌舵人以后也是吧 去找到当年小时候的偶像Nego去做这个系列和LV做这个联名系列 其实都是他们在圆他们小时候的梦把他们小时候追捧的等等的东西拿出来说 哎我现在这个地位可以跟我小时候这些偶像去做一些事了 所以每当有人说说到街头品牌就是印花啊没有什么设计啊 我觉得真的特别可笑 你觉得这些伟大的设计师他们不懂吗 他们为什么要找这些人去做 难道真的街头品牌就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只知道印花没有设计吗 我只能说这些人 too simple too young 你们真的没有看明白太多东西了 你们看了连一个皮毛都算不了 才会说这种非常可笑的言论 那从Kim Jones开始以后我就开启了这种大门感觉啊 当然了后面也是因为Kanye West这个人气的窜声导致的他身边的这些小弟也一个一个的登上了神坛 不管是Vergile还是Jerry他们都改变了整个这个男装的大趋势的氛围跟这种审美观等等等等 这些人我觉得他们还是非常厉害的尽管很多人对Vergile也是有很大的非议 觉得他玷污了很多这些hardcore的fans 这种他们内心里追追寻的这种街头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从业者 你很难说你一个人能改变整个格局改变整个氛围 所以作为一个从业者 我觉得更多时候我们都想做到的是你怎么着 在大时代大环境这种大趋势里 你又能相对的有一个适应的程度 但是呢又不丢失自己 其实能做到这个份上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你像Jerry和Vergile 他们是改变了大局势大环境的 所以他们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走到今天这个高度 我觉得没有什么非议 尽管Vergile受到的非议有的时候也有点多 我觉得之所以Vergile会受到这些非议 也是因为可能在一些所谓的学员派 或者说传动意义上的设计师 他们会觉着Vergile没有什么才华 但是我觉得Vergile的才华不是停留在设计某一个东西上 它是一个整个的意识 整个的一个想法的上面的厉害 所以我觉得现在慢慢发展的这个大趋势 大环境也是 大家都是在玩一个意识形态 说白就是你怎么把自己的这些世界观 跟你所思考的这种逻辑思维 诠释到你的产品里 让大家所接受 所以很多时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是说 设计一个什么东西了 而是你要看整体的这个 它完全给你呈现出来的东西 至于Jerry对吧 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我觉得没有Jerry这个Vintage T恤 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高度 尽管有时候穿Vintage T的人 我对他们有点嗤之以鼻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穿这东西 还是得是你发自内心的喜欢 如果你这个上面印的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但你就是觉得哎 这一潮这怎么样的 你就买 对吧 什么什么不 我就不说了 但是呢 我觉得就像前面我说的Vergio一样 Jerry也是一个非常有自己的 一套体系的那种思维方式 那种的感觉的意识形态 他完全放到他的产品里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年代 我觉得现在包括巴黎世家 现在做成这样 之前那个我们中国的情人节的一个系列 受到很多非议 那个是Vetman吧 Vetman本来就是一帮特别会玩的人 所以当很多人在骂巴黎世家 那个系列的时候 我觉得那很天才 对人家就是故意做成那样的 所以我觉得Vetman 尽管他不是像这种 像明星设计师的感觉 但是Vetman 他们也做了很多颠覆性的事 就其实也是 从Vetman开始很多这种 类似于乐队周边的这种感觉的设计 才被大众所接受嘛 那我们把话题再搬回来啊 当然也不得不承认 从Supreme跟LV那次联名以后 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不但是当时那些纯街头潮流的这方面的人士 关注了啊 变成了一个有点像全民运动的 是不是 那个Supreme的雪山棉服 当时满大街都是 是不是 所以怎么说呢 就是街头潮流这些东西 本来就是应该是一个小众 是一个酷的东西 但是我相信啊 就是所有的从业者 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能受到更多的认可 更多人消费你的东西 我也是 就是尽管我们很多时候摆出一个态度 摆出一个臭脾气 或者很多人对我们有这种想法 但是其实我也是希望更多人认可我们 喜欢我们了 当然了 我们说的这个认可跟喜欢是发自内心的 而并不是追捧 但是呢 往往更多时候当这种小众的东西 酷的东西啊 被更多人知道认可以后 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东西 就是盲从的去消费你 盲从的去追捧你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有很多品牌可能迅速走起来 又迅速消失 不过呢 我觉得真正有内核的啊 有这些主心骨的 这些有内容的有历史有价值的品牌 还是会一直都在的 只不过他可能没有当年那么火了 那这些年一路走来 这Kim Jones后面又做了很多 对吧 空山机的 Shan Stussy的 这哥们明显的就是应该是跟我们一个年代的 就是跟我们小时候追捧喜爱的东西非常像 明显Kim Jones啊 这个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成长的这种受到的影响啊 等等方面应该跟我们很相似 所以他找的这些全都是很明显 这Shan Stussy对吧 也是祖师爷级的人物啊 空山机也是非常厉害的艺术家 所以也有可能过几年 当这个街头潮流不再那么受追捧的时候 哎 这个大趋势又变了 可能到时候你们会看见这个奢侈品牌 这些时装品牌会无情的就抛开跟抛离 现在这些潮流街头的东西 转向另外一个风向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这样的 真的 你如果仔细看下来 有很多这种奢侈品啊 时装品牌 他们一路走来 就是谁火找谁 然后什么火做什么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真正酷的东西 永远都应该是小众的 不应该是一个受大众所追捧的 只不过这几年这种大环境所驱使的 才会有这种现象 但是呢 这种潮来潮去啊 潮流起来了又下去了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街头文化 这些有有根的东西 还是不会消亡 他们一直都在 只不过就是玩的人多 跟玩的人少了事儿了 所以以后会发生什么 会发展成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我们就静观其变啊 但是希望大家还是 都能弄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不要被这个 大环境什么的所左右 感觉自己跟一个木偶人似的 人家让你去左你就去左 人家让你去右你就去右 还是做自己吧 又回来老话题 做自己 好吧 那行 我们今天就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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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